蔡總統車隊開進台北市 全台小街最後一站回到首都 和民進黨北市立委候選人 聯合敗票 忠孝東路一起走一遍 小英當領頭羊 後面有副手賴清德 加上8名立委候選人 小街車隊超長一練 圍安團隊繃緊神經 派出多名遠景騎摩托車 和總統防彈車並排前進 擺出的陣型有如一道移動機車牆 在台北凱道這裡 會長正緊鑼密鼓的在座布置 英德沛選前之夜 壓軸場就看凱道 蔡總統預計在晚上9點半登台 而有一些民眾 已經來這裡掀卡位 不過蔡英文的對手韓國瑜 前一天也在凱道這裡大造勢 喊出百萬庶民來鄉挺 設下凱道障礙 今天晚上蔡英文的人氣 也備受考驗 我從花蓮來 那你從哪裡 我從台北來 即使今天不是休假日 請假也會來 小英小英小英 加油加油加油 支持者陸續湧進凱道 民進黨選前之夜 規劃全台四場大造勢 英德兵分兩路 蔡英文先衝高雄再回台北 賴清德先下台中 最後到新北催票 其中總統府前凱道場最受矚目 蔡正英邀手頭足上台喊話 設置英粉搖滾區 催高年輕世代的投票率 不只是最後一里路 他們想陪蔡英文 再走四年 記者郭向 邵玉敏台北報導 郭方便議員